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气腐善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洛盛多MOD大整活 还是我们的超人系列 最近怎么说 那不是GTA6宣传片发布了吗 我看的那是一个机动 然后立即起床 打开电脑 把我的洛盛都之旅又打开了 然后录一期视频 顺便和大家聊聊这个GTA6 他不是说这个得2025年才发售吗 也没有说是年初还是年末 如果年初的话 我们等一年就可以了 年末的话还得等两年 是不是 而且依照儿新平常的一个习惯 他肯定会在主机独占一年的 前面拿枪的咱不用管他 待会超人会收拾他 咱继续闹 然后PC可能就2026年2027年 对不对 看到网上面有很多网友评论 就说哎呀儿新真好啊 还给我两年挣钱的时间 要不买主机 要不就换显卡 当然这个换显卡 我觉得是必须的 看到那个画面了吗 太惊艳了 反正我感觉就很惊艳了 那个画面太低震了 就是希望能好好的优化吧 别到时候好家伙 5090都出来了 感觉都得降特效玩 都跑不满 还有就是可能有些小伙伴 有些学生党 欺负善在这里 交给你们一个方法 很简单 咱把这个钱降到最低 还能好好的体验一下这款游戏 就比如说我今年打个比方 比如说今年要发售什么新游戏了 但是它是独占的 我特别想玩 让我去买一个游戏机 买一个主机 我就觉得太贵又贵 我就用不着 以后可能就不怎么玩了 然后我去年是这样做 去年战神5刚发售的时候 我就想体验一下 然后我还不需要主机 然后我就去租了一个 一个月370 连游戏带主机 一共花了370好像是 玩了一个月 然后给它寄走了 它那边包游 这也不是广告 我也不告诉你们在哪里 去搞这些 你们自己网上查 反正我就是说 如果大家想体验 然后又手头比较紧 我学生党我也没啥时间 咱就寒暑假 一两个月两三个月那样 然后体验完了 正好一年过去了 PC上线了 PC上线大家也都知道 这各种各式各样的版本 也不需要我去帮大家找了 毕竟大家这个渠道 要比我多得多 还有就是这个 还是呼吁大家支持正版 对吧 当然就是 实在就是学生党没钱 我留那点钱 我不需要大吃大喝点 那咱可以保点别的 毕竟你自己嘛 怎么花钱怎么舒服 怎么高兴怎么来 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些事 我就害怕大家就是 一股热 头脑一发热 好像我买一个主机 然后放在那儿 玩一会儿 然后可能就玩几天 就这个新鲜感过去 然后就把它垫桌子 对不对 垫输了 我身边很多人买Switch PS5 PS4 那时候还有XBOX 几乎都不怎么打开了 所以说大家想体验 就是可以开短桌一个 玩完之后就给它忌讳 是吧 这也挺省事儿 也不要花那么多钱 更不要这个担心吃货怎么办 我妈妈看到我买游戏机 她就不是怎么怎么怎么 避免了很多麻烦 而且因为有小伙伴私信马上说 让我看看这个对宣传片看法 没什么看法 就人家画面就很好 地图又大 这个大家也能看到 里面这个人物密度 还有车辆密度 还是很高的 还有就是我个人觉得 开放行动世界的游戏 更侧重两点 一就是交互 二就是自由度 然后其实别的也没什么了 那么那就期待一下 但愿不要拉锡就行啊 兄弟们 好那我们这个内容就谈到这里啊 接下来给大家好好的展示一下这个超人的mod啊 他这个超人的上运期哎我发了一下 然后大家说距离有点远啊那我们就今天近距离观察一下我尽量近距离观察一下 因为这好家伙这俩人跑太快了 刚刚那个不知道飞哪了都 是吧 是吧 当时这个视频已经解说完了 然后后面我又说 哎这个 夫妻在配音说一下 TTA6把之前那些配音都删掉 然后哎呦 这还有这么一段 这应该就是被超人烧带了一场啊 幸好我们这车开无敌了 不然的话就大爆了 走出这个军事基地呢 不如上面就会哎有下阿瑟了 阿瑟的话这 啊超人来了在后边跟上来了 哎我们近距离哎呀这近距离观看时候会 殃及吃鱼啊 他可以一次性召唤两个 好巧 只要近距离的时候 我们也要跟着埃打 把飞机直接打跑 这里还有路照 他们过去解决一下 待会呢还有一个内容啊 我记得还录了一个 两个超人对着打 对打的一个片段 现在今天就给大家近距离 哦对 我看到这辆车突然提速啊 我给大家说这辆车是 顾加迪 对然后呢 他两侧地上大家看到那个 地上的符号啊 很像贴纸 我一开始下载下来这个帽的 我以为是地上面画的是符啊 我吓一跳 我发现他在加速的时候啊 他会有一个扫描的效果吧 根据车辆速度啊 然后他会有一些变化 他这也太变态 还有就这一段 这段代码 套错这段代码 它是一个动作啊 就把人的头给 没有安装 开血腥 哎呦 我这小伙伴说 哎 你为什么不自己玩啊 说实话啊 自己玩他那个连招 不如人家AI玩的好 我们碰到一些技能什么 还得挨个挨个去看 挨个去干嘛 他不如看人家玩 更连贯一点 哇 给我们车刷了一层黑漆啊 好 大家才能付给他 我出事 就是 我不会 给你 这小伙优 这小伙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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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